大家好,今天用豆角和木耳做一道清淡的凉菜 首先将洗净的豆角切一下 再准备一些泡泡好的木耳 再来切几个干辣椒 再切一点蒜末 炒水,放点盐 再放点食用油 豆角放入灰水中煮熟 擦熟的椒,把它捞出 过一下凉水 不要放水,直接放木耳 木耳煮熟了,也捞出来 木耳煮熟 木耳煮熟 将焯好水的木耳和豆角放在一个大盆中 锅中倒油 加入蒜末 淡淡椒 炒香 炒香后一起倒进来 加一勺盐 白糖 再放点鸡粉 最后放点醋 再来拌一下 一道好吃又简易的凉拌菜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再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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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